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一樣的 我想帶著大家我們先集中注意 集中注意的方法 我希望我們大家 用點朗誦好 好久沒有用朗誦 大家還記得怎麼用蓮花 把手拿起來 對自己對生命一種尊重 就我們這樣 然後接下來合掌說用阿 阿們的阿 這兩個是 兩個大的禱告系統 但這個禱告我們不是用字 最多只是用聲音反映一切 一種最高的尊重 等於說把我自己 交給佛陀也好 交給宇宙也好 交給耶穌 交給上帝 所以我們先從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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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簡單 感覺就是很舒暢 很放鬆 提升能量也好 所以 早上 面對一天的時候 可以稍微這樣做一下 用聲音把聲音集中 把這個意識集中 身體會充滿的活力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把自己收回來 收回到這個身體 然後又從這個身體跟宇宙 跟上帝跟佛陀也好 合一 好 我接下來 我今天想講的題目是 Being Nobody Going Nowhere 成為 誰都不是 什麼都不是 哪裡都不去 你們聽的 可能會感覺 感覺 很不對勁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從我們生出來 到走 都想有成就 而這個成就 人生的成就 社會上所認為的成就 就是希望我們成為 Somebody 母母的身份 哪一個人的身份 哪一個人的角色 比如說 我們你看連當學生 就是有個身份出來 當個歌星 當一個服務人 做 不管是 文學上的一些成就 企業的成就 或是技術什麼成就 不斷的 我們都 被洗腦 從小 我們從小的教育 家裡面就受到這種影響 都是希望我們成為 Somebody 母母人 哪個地位 哪個身份 哪個角色 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而我們角度有這些成就 可能就可以到哪裡去 比如說買一個好的房子 做哪一個地位 變成有什麼什麼 得到什麼能力 有什麼最佳的身份 比較好的結果 大概是我們一般人 全部人 你我都是這樣子 受到這種影響 進入社會更不用講 社會本身 就會在強化 我們這方面的想法 這方面的洗腦 社會會評價 比如說你進入社會 你的教育水準夠不夠 你的表達能力好不好 你做事的能力 到哪一個地步 你可不可靠 你表達夠不夠精彩 那你這個財富各方面 你有什麼地位在社會 就是一連串的定價 我們每一個人 進入社會都被定價 定為 定為有一個高中低的範圍內 被定價 就是一般朋友 同仁 不講出來 但從他心裡面也在定價 在定你的個性 數不數跟他的福 合不合來 有沒有什麼地方 他可以批評也好 可以看得 看得 或是欣賞也好 都不斷地在評價 我們對別人也是這樣子 別人對我們也是如此 都在做一個評價的 總早到晚都在評價 而我們今天突然 假如跟大家分享 說 Being somebody 不重要 跟真正的生命 完全不重要 不相關 我想這一點 就很多家長可能會抗議 每個人聽的感覺 第一個想法就是可能不實在 對不對 因為這個社會要透過一個互動 透過某一個角色 有個經濟的需要 財務上的種種的這個考量 所以我們需要符合 符合社會上所帶來的制約 也就是他的排列也好 他的順序的這個看法也好 這是大概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受到這種影響 這是難免的 進入著社會 活著一生 當然是這樣子 假如沒有這些制約 那我們每一個人 都老早就醒覺過來了 就是因為有這種制約 conditioning 我們每一個人 不可能醒來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就是在這個制約打轉 還認為它是真正是一回事 我們要不斷的努力 要有成就 要有什麼 一種滿足感也好 要把我們 要怎麼去加強也好 所以都在這上面打轉 都在全部我們的精神 都在這上面 在投入 所以突然假如有人講 說這些都不重要 我們馬上頭腦就會抵抗 會說 反而 講這些話的人 是不懂 不實在 跟我的生活 生命完全不相關 大概一定是這樣子 難免的 這是 這種經過 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的 這種反彈 每一個人都有的 而 我這裡 最多也只能再一次 再講實話 那講實話 講什麼實話 任何體 人體 body body就是體 身體 body 身體 體 只要有體 可以講的 它完全 在這個世界的因果 在作業 完全離不開這個因果 包括我們情緒 情緒體也好 我們 思考體也好 任何體 都離不開這個範圍 離不開因果虛的範圍 只要我們跟任何體 綁在一起 我們投入 把我們的身份 投入任何體 不用講解脫 不可能 我們會盲目的 盲目一生 照顧這個體 擴大這個體 永遠再走不出來了 這包括知識 包括知識體 只要我們認為 懂了something 懂了一些東西 這已經 進入了一種知識體 已經把這個小我再擴大 得到我們懂得差不多 懂得很多 我們認為 修行我們懂得很多 或哪一個法能懂得很多 那不得了 我們的我 我的小我 小我範圍已經擴大到 到宇宙那麼大了 你要從裡面再去解開 再去走出來 是幾乎可以講是不可人的 是不可人的 所以我們大家 你我可能想不到的是 累積知識越多 束縛越多 真正的修行 是把知識丟掉 不是在追加知識 是把知識放掉 不是抓的知識 是把任何知識的系統 把它完全讓開 而不是在建立另外一個系統 這一點你們看有沒有什麼矛盾 而這一點對我們大家 只要受過比較好的教育 高等的教育 經過高中大學 甚至還有研究所 是最難最難可以打開的 最難可以放掉 最難可以看穿的 這是幾乎可以講是不可人的 你看我們連寫書 連用在讀書都在累積知識 所以你說這怎麼可人 就是表面懂 我們其實在更深的層面是不懂 是做不出來的 我們每一個人是靠知識 才可以生存在這個世界 這是我們認為是這樣子 而很少我們會仔細去想 知識本身是因果組合的 我們什麼叫做知識 知識是說通過知識 來有一個得到一個meaning 得到一個意義 對事情有個意義 對人生得到意義 對別人講話得到一個理解 意義理解是兩面 一體兩面 而這個理解 這個意義所在 它本身是什麼 是因果組合的 這個很少我們會停下來想這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受到因果法 在因果的在作業 所以才有個意義好談的 才有個好像一個連結 一個理解就是連結 就是前面你的話跟中間後面 要我理解 它要有個橋樑 要個連結 連結就是這個意思才會出來 任何東西要連結 它本身就是符合因果的定義 這很少很少我們會這樣去分析 解脫其實要從這因果挑出來 要把這因果打破 把這因果的連結性把它串通 看通把它丟掉 把它打破 這麼一來 那你可能問 那知識怎麼辦 難道我這一生接下來 是變成一個呆子嗎 白癡嗎 那我怎麼辦呢 我對工作 我要去面對生活 周邊的人講話 那又怎麼辦呢 假如我沒有知識可以生存嗎 我沒有念頭可以生存嗎 這個回答其實好簡單 好簡單 這回答其實就在心中 你不光可以生存 在英文我就這樣 Thank you But you can do very well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你們也聽過我這樣講 其實沒有念頭 你可以做得更好 沒有煩惱 你可能生存得更有力量 更直接更自然 更有活力 跟你想的剛剛好相反 It's the mind that spoils everything 是頭腦把一切都破壞 是頭腦變成最大的阻礙 是頭腦帶來給我們數不完的痛苦 數不完的煩惱 你把頭腦擺出來 擺到旁邊 把它移開 把它消失掉 試試看 生命不光活起來 其實人生就特別有意思了 你就突然發現 哦 原來是頭腦造出我那麼多problem 一個大的問題 再增加小的問題 再小小的問題 一連串的問題 完全是頭腦建立出來的 是我們因為有頭腦 人有頭腦 有這個mind 頭腦才有那麼多問題 數不完的問題 頭腦是個阻礙 是個門檻 假如把頭腦挪開 我們可以大家親自去體驗 我們不光活得更好 其實活出來自由 活出來我們全部的潛能 這些話 看大家可不可以信過 假如當然 我這樣講 很直接 用語言 還是用語言 語言還是離不開 二元對立 假如我沒辦法說服你們 這些話 當然 那接下來 也免談 對不對 那就還 我們還停留在前段 假如大家可以聽懂 可以聽進去 可以認同 那接下來的問題 應該是什麼 那我把這個心 怎麼活出來 我的心怎麼可以帶動 我的身體 帶動這個我的全部 我怎麼可以交給這個心 一切 從心出發 我要該怎麼做 就前面的質疑 懷疑 就已經消失了 你這樣就省了 好多好多的 不需要的痛苦 不需要的冤枉路 你可能神幾輩子 幾個生命 幾次的生命都可能 但是假如你還 沒辦法說服自己 認為頭腦 是主要 是你的人生主要的部分 你還是要延續這個虛的 頭腦的境界 那當然你在這方面 還要再做功課 還要再去 個人再去追求知識 還要再去找老師也好 找不同的法門也好 到最後還是要透過 你個人的體驗 再去體驗 我常講the obvious 就是簡單 不可能比這個道理 還更簡單的道理 就是看你個人 個人講說是福報也好 你個人的條件也好 你個人的成熟度也好 差在這一點 但是假如你這個聰明也好 知會也好 夠了 夠到 夠可以接收剛剛所講的 那你應該要問的是 那我該接下來怎麼做 要怎麼進入這生命的永恆 讓我怎麼去交給這個心 我是想交給這個心 該怎麼做 這個問題我認為是比較重要 所以我就假設大家可以聽進去 我就假設大家可以認同 假設你認為這個心 遠遠大於這個頭腦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做 怎麼做 我載好多好多篇幅 所以我這裡很期待很希望很鼓勵 大家有機會還是要把這幾本書 親自去著手去一邊讀一邊探討 一邊去觀察一邊去參 講的有沒有道理 好多練習的功課你還是要做 因為它不可能是完全你不去追求 你不去想 它突然在眼前會落到眼前 不太可能 Why 因為我們透過太多年太多年洗腦 要突然踩一個煞車走個回頭路 這種工程比你想像的更大 其實講是很簡單 是比什麼都簡單 但是你要簡單要有條件 我們從早到晚被洗腦 假如沒有做一點練習的功課 Satana 古人講Satana練習 你的成熟度是不夠的 就像一個水果永遠是綠的 永遠是不成熟 要成熟 你還是要做一點功課 要做一點探討也好 要給自己一點時間 去參這裡所講的一切 所以這些書 我認為帶來一些基礎 帶來一些好重要的基礎 好多這些作品 我是認為對我也省掉很多的時間 不需要再重複再重複 所以我還是希望你回去 好好的去讀 去做用功 但是簡單講 離不開兩個大的法門 其實我用這些書都幫 做一個歸納 做一個匯總 首先 Bhakti 成福 什麼意思成福 成福就是剛剛我啰哩啰嗦 前面講的許多道理 成福是承認 承認什麼 承認這個一體 心 在背景 全部 生命的一切 永恆 無限大的 上帝 佛性 佛陀 等數不完的字 絕對 你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語言 但是承認 這些 這個一體 我用一體來代表 全部這些名稱 這些全部都是同一個道理 它是遠遠大於相對的世界 我眼前所體會的這個世界 這個瞬間所帶來的這個體驗 我可以體驗到的這個世界 我前面所看到的 聞到 聽到的 想到的 這個一體 遠遠大於這個相對的世界 首先是承認這一點 成福其實只是這樣子 是每一個瞬間我都承認 肯定 這個一體遠遠的大於這個相對的世界 最多就這樣子 就講完了 成福就那麼簡單 那你說 為什麼要不斷做功課 是啊 假如你徹底懂了 你當然就不用做功課 功課是多餘的 本來就只有一體 一體是絕對的 你為什麼還需要做功課 回到一體 對不對 這是多餘的 但是 就是因為我們人 從生出來到走掉被洗腦 洗腦在洗腦 而且自己還不知道被洗腦 所以 在每一個瞬間 都透過洗腦把我們帶走 我們絕對看不到邊 看不到 看不透 看不徹底 看不透過 所以透過這功課 最多只在提醒自己 提醒你本來就知道 你心我所講的這些 你本來就知道 你心我所講的這些 只是透過這種提醒 甚至有時候反省 讓你知道 對的 對 That's right 對啊 就這樣子 前面不要在這眼前 不要太認真 把它有個絕對的重要性 知道我前面講的話 不要太認真 好像真正的投入這個身分 我前面講的好像 好像真正是有個絕對的重要 是真實 最多只是說 提醒 透過這個臣服 接受也好 常用好多不同的名稱 承認堅納包容 包容這瞬間是代表什麼 承認 他最多只有相對的重要性 沒有絕對的什麼 他不是真實 也就是說表達 也在心裡面這樣 不是這個 不是那個 不是我眼前所看到的 不是我所聽到的 不是這個經驗 不是這個念頭 不是 不是不是 否定一切 不是 接下來就發現 念頭少了 少到哪裡 自己也不清楚 好像就一個瞬間 來瞬間走 也沒有什麼念頭了 一個人就自然發現 我就快樂起來了 我寧靜了 我不想講話 我沉默 我欣賞沉默 每人都欣賞熱鬧 動 閒話 聊天 腦的動 我突然欣賞 寧靜 念頭也起不來了 念頭也起不來了 念頭還沒有起來 我已經沉浮了 知道我可以接受 來吧 走吧 我也不去干涉他 我沉浮 我都可以接受他 完全我可以接受我自己 我自己全部的罪 我也可以接受 我 別人認為我是個壞人 我也可以接受 我犯了什麼什麼錯 別人責備 我也可以接受 別人冤枉 任我冤枉他 我也可以接受 別人冤枉 任何不公平 認為是 是受到委屈 我都可以接受 所以還有什麼好計較的 還沒有來 我也接受了 眼前還沒有動 我已經接受了 我再歡迎他來吧 瞬間還沒有來 我已經把他擁抱起來了 沒有念頭 安靜 古人說 Sat Cit Ananda 在 Sat在 我就在 覺 我就在覺 Ananda 喜樂 我來不及想什麼叫喜樂 我就在喜樂中 在覺樂 在覺樂 我就是在覺樂 大喜樂 我是可以接受 愛 我就是愛 慈悲 我就是慈悲 我都可以接受 怎麼來 我都可以接受 一個人不知不覺去定 在一個定的 定就是在 偶爾 這時候 還是會有個念頭 起發 或是前面有一個人跟我講話 或是要處理一件事 動了一下腦筋 曉得 這時候 Chan Atma Vicara 就出現了 這個大的第二個法門 前面所動的念頭 是為誰在動的 誰有這個念頭 誰有這個情緒 前面有個人 刮一頓 幫我刮一頓 我反彈 誰在反彈 前面剛剛誰在反彈 誰還有念頭可談的 有個情緒 好感受的 為誰 為誰還有一點雜音 當然 這時候這個答案 也只能是 我啊 是我啊 Who am I 我是誰 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我是誰 不用答案 不用去追求答案 它追求只是一個提醒 提醒什麼 我本來就是明鏡 我本來就是在 我本來就是樂 我本來就是絕 我本來就是空 我本來就是一體 Who am I 沒有答案 用這種不斷的提醒自己 Who am I 我是誰 前面有念頭的人是誰 我啊 那我又是誰 這樣子一來 一天24小時都在修行 一邊在處理事 在笑 在講笑話 別人來在擁抱也好 在想要怎麼處理也好 有什麼事情來 什麼事情走 我都在修行 我該做的事也在做 我沒有逃避啊 其實我做得更好 我的效率比誰都好 因為我不會在那樣 浪費時間 窩囊 想那些雜事 沒有事 怎樣做 怎樣 顧慮到這點 刻意想去那裡 來事情來 我很爽快 我就做了 都在修行 拿事情 工作 從早到晚 都當作修行的工具 當作一個門戶 一體的門戶 就那麼簡單 只有這樣子 一個人才自然發現 I can't be nobody 我可以誰都不是 I don't need to go anywhere 我哪裡都不用去 講個坦白 哪裡也去不了 哪裡也去不了 你本來就是一體啊 一體是一切 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 無所不知 哪裡你什麼都知道 哪裡都可以去 你竟然哪裡都可以去 哪裡還有哪裡想去 你想進入這個肉體嗎 就那一點點嗎 活的這一生 就在這個肉體打轉嗎 你竟然哪裡都可以在 你何必計較這個肉體 所帶來的境界呢 就放過這肉體吧 放過自己啊 放過別人也要放過自己 放過一切 突然你就大自由大解脫 大字大忽就在眼前 什麼問題 оф賓 感謝博士 那我觉得我的生命在这个过程里面 获得很大的改变 其实这几年在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的有这个机会 亲近在博士身边 那再加上很多生活上的体会 也听了很多大智者的话 那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 博士也好这些大智姐也好 很慈悲的一直希望 把我们从苦难中拔出来 博士刚刚提到 让我也很大的感触 也让我想起一些经典上面的话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我隐约可以领收到博士所告诉我们的 在现象生活里面的 所有一切的 博士称他叫虚拟实境 我现在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那所有的境界带来在我们身边 喜怒哀乐 极大的悲伤 极大的痛苦 极大的欢乐 也都是宇宙带来很慈悲的 希望带到我们身边的一些讯息 这些讯息 在我听完以后 我会觉得是 我们可能可以觉醒的资粮 也就是这些题材 它可能可以让我们在这一生中 大觉悟 那我觉得 最大最大的矛盾 也是博士所提的 我们好多 从小到大的学习也好 自己觉得自己比人家 优越的那种优越感 骄傲 原来 这些 就是最早在听博士说 我们好像 其实人类的世界 大家想的跟真相 刚好都是颠倒 刚好都是颠倒 所以最大的学问家 最高的知识者 最难去撼动他 那这可能也是最大的障碍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很幸运 那也在这几年 虽然刚刚不是说 身体的健康 其实跟觉悟 不是绝对的关系 但是我也体会到说 其实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喜欢博士讲的一个 平常的玩笑话就是 半嘎嘎酒 轻轻松松 当我听到这个 博士的声音也好 这个花出来也好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安定感 那我在这几年 确实实实因为 把运动培养起来 我持续地跑步 我持续地去希望 在身体健康上面 自己去做一些追求和努力 毕竟博士也说 健康是要追求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体会上面 就是傻傻地做 不要想那么多 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可是这几年确实有从 好多同事朋友口中说 苏刚你的身形 你的好像体力都好 我也觉得感谢大家 但是我就傻傻地做 那透过这样的动的方式 其实在里面 好像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 有一些特别的感受 就突然一件事情就 在跑步的过程中 就想开了 那我觉得这是很大很大的幸福 这是很大的幸福 我想感谢博士 好 很好 认识都很好 我知道你很诚恳 把自己的一些经过 跟大家分享 这都是经过 都是经过 这是很宝贵的经过 有一天回头想 这都是人生 这次来 非比你走这个经过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还是要不断地提醒 提醒什么 你本来就是醒觉的 You are awake 你是醒觉的 你只是不知道 所以你到现在还认为有个过程 把这过程丢掉 就是说你现在就是醒觉的 有没有这个胆子 有没有这个勇气 相信我讲这几句话 就是be yourself 很自在的 就是你自己 这个自己不是小自己 yourself why 自己 大的why 大的自己 我们跟神没有什么差别 神是我们头脑投射出来的 我们一般人认为 神跟我是有隔离 没有 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小小的我 有这个过程 来这身我要 要非怎么很辛苦 痛心 要经过这个学习 No 不要 不要 不要这个 不要认为你这个还是个因果的解释 对不对 所以很好有这个机会 大家这个慢慢的这个有一种体会 你们大家都有 有一种 我跟你接触都晓得 这个有一个 好像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建立一个什么 就常常我讲一个圣诞 一个神圣的一个集团 当然这个圣诞 有点像基督教 天主教这样这个教堂 我们这不是教堂 对不对 但它有点带着味道 就是说有一个group 大家是like minded people 就是稍微知道我们虽然人属性不同 个性不同 角色不同 但是我们一个出发点 共同点 最后一点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来这些都是要解脱的 我们互相帮忙提醒 就这样子 所以很难得 很难得这个机会 那这也是大家 我们共同过去有练习过 你们到现在还不相信我讲这句话 你们过去 有相当用功 有练习 有这个基础 假如没有的 I'm sorry 对不起 连碰这个编都碰不到 所以好多听众也好 跟朋友在听我讲 我是这里 不是光帮你们打打气 是真正这回事 因为我们这个英国的组合 就是这样子 不是我在讲 就是这样子 It is as it is 所以自己要有一点信心 有时候难免碰到家庭 碰到自己生活层面 各方面会有一些阻碍 有些知道也好 不要责备自己 我自己现在退步 没有什么地方好退 你没有什么地方好近 你没有什么地方好近 也没有什么地方好退 就这样子 好 博士我这边 想要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您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从真元一 有四个字要挑出来 心脑相依 在真元一的时候 其实老实说 那时候我在读 心脑相依的时候 我不太能够理解 为什么心可以去带动我们的脑 那假设那两个 都是一个器官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 比如说它的神经 它的这些电位差去解释 但是今天我听完 你前面讲的这些话之后 我突然好像有一点点懂了 是一个共振的概念 假设说我今天把心拿出来用 那就可以把我的大脑的念头 稍微让它安静一点吗 是这样 对 恭喜你 当然就这样 讲表达得很好 有时候像你这个表达 是你从自己的理解 那感受不一样 你今天是真正自己领悟理解 有摸到一个边 你现在会讲这些话 完全正确 所以什么叫臣服 我在骗你们大家 骗自己骗大家 没有什么东西叫臣服 心的共振就这样子 心的力量 the power within 内心的力量 远远大于这个外在的世界 所带来的 你最多只是把这外在世界 让心交给心 心的共振 大到一个地步发出来 这叫臣服 假设你懂这些 你会讲 原来你欺骗我了 没有个动态 没有个动作 是把这个外在世界挪开 心发出来 是这个意思 是交给这心 看你敢不敢 可不可以信过去 信什么 the power within 内心的力量 远远大于外面的聪明 外面的一切 那这样的话 一个人自由 本来就自由的 你自由只是交给心 心本来就自由 接下来不用担心 心会拥抱你 会带着你走这一生 不是你不知道 你自己家里面碰到这个问题 小孩子 对不对 生出来 很难得有这种 这是好事 是个恩典 你现在当然 刚这十几年 当然不是这样子 如此 对不对 多少这个痛心也好 这个牺牲等 有一天长期看 就是一个生命 给你最大的恩典 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给你一个刺激 你没办法去跟别人解释 甚至就不解释 只能接受 臣服 心带着你走 走过这一生 他会拥抱你 在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认为就好不公平 在外在 No 你在更深层面 你的小孩子 有他的业力要完成 你有你的业力要完成 在这个人间的业力 你没办法干涉 但是你通过这个机会 看是不是可以 彻底 醒觉过来 就知道那时候回头看 充满的眼泪也好 或是笑也好 讲述上帝 合照 Thank you Thank you 最多只能讲这些话 Very good 恭喜你 共振 Lucy 想不想讲话 没关系 随便讲 博士好 那今天 很开心可以来这边 就是听 因为我肚子里面 那两个小孩 他们现在也是很wake 就是 全程都这样动来动去 一男一女还是两 一男一女 那就恭喜你 那其实 刚刚讲下来是讲 Being Nobody的功课 那也许对我们成人来说 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修行 个人的心觉 那就是小孩子 小孩子来说 我会像 博士你刚刚也有提到说 他有自己的业力 他也要自己去修 那对 像我现在跨到要当父母了 那我可以怎么样来带领他 或者是 因为一般父母对小孩子的想法 都是要Being Somebody 那对于这个中间的那个 我想要请教博士说 我该怎么样带领他 或者是我自己可以怎么样做 好 该怎么做 其实你充分的知道 你本来心里面就知道 只是我现在提醒 不要过分的做 什么意思了 就像健康 我们有时候碰到小孩子 健康有个危机 肿瘤啊 或者有什么很严重的 这个疾病 大人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 刚不是也有这样讲 那这个教育也是这样子 你还是给他人间上的一个安排 一个机会 一个照顾 这还是要做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生命 这社会制约的力量太大了 你没办法做主 为着小孩子做主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择 修行是个人 对不对 你到最后还是要放过孩子 放过这个世界 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教育 该怎么这样做就做 但是不要在这过程太认真 最可怕就是大人认为说 非怎样不可 我要怎样怎样怎样 用我的眼光 在看着这小孩子生命 这难免 其实他出发点是好意 爱护嘛 但是到最后 他变成一个 一个求分也好 一个摩擦 一个tension 造成一个不需要的重点 而且到最后 it makes no difference 忙了一生 为了小孩子 到时候makes no difference 成一个整体 makes no difference 你自己做什么 也没有什么差别 别人在周边做什么 也无所谓 到最后到最后 只会大哭也好 或大笑也好 直到说 连你自己都管不了 我们认为 我们自己管得了 那是豪宅的一个层面 一年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怎么去管 所以放过 放过 那放过就轻轻松松的 不要那么认真 不要什么 非怎样 怎么把他当作个朋友来看 总是有一天 你要交回到社会 那这个 要不大家修行 no no 连这个修行什么 都是一种大妄想 我常常讲说 everything spiritual 连这个手机 这杯子 桌子都是灵性 没有个东西叫做 有个灵性感 它有灵性 很多人我们讲说 我修行我盘腿 或是我接触什么什么 我懂得这个脉轮 追求天使 我是灵性 那我是骗自己 骗自己 你只是在能量的谱 你走到更为细 更为细 更为粗糙 是完全是平等的 是我们头脑认为 有个东西叫做灵性 所以我开始动作也不同 讲话也不同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很灵性 骗自己 所以小孩子不要放过他们 他有他自己的 他说明想做科学教 一点都不灵性 你怎么办 很好啊 恭喜他 放过自己 放过别人 来 给Lucy一个机会 请问一下 就是如果是忧郁症的话 那透过臣服跟餐 他是否可以疗愈这部分 然后让他达到不合一的快乐 很好 我过去好像跟大家 这个有时候是在这里 就是一个人会很直接 讲很诚恳 然后讲实话 变成我常讲告诫 confession变成 因为我是天主教 小时候差点变神父 几岁就跟着神父后面 他讲灵 然后马上就告诫 所以我好像过去跟大家分享 我大概很小 我自己现在回头看 有点忧郁 而且是很严重的忧郁 为什么 那时候就会对人生 在思考 我来这一生是做什么 五岁哦 我回想 大概帮我母亲折磨 好好伟大 有这个耐心 回答 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每次回答的不同 我来这世界做什么 然后后来还问 你在做什么 你来这一生做什么 就这样 那就很早就发现 这个人生好像感觉 no meaning 没有什么意思 一个人 这个会有忧郁 各方面这样的 所以我 always有这个tendency 所以我知道 对这个忧郁 忧郁症也好 对bipolar 好多同事常常听到我讲 因为我对他这个 认为就说 我自己要找出来 也找了一把钥匙走出来 而且现在的人有忧郁是几乎一半以上 可以讲是几乎是百分之百 没有一个人到从生到走没有忧郁 是不可能的事 是百分之百人忧郁是重 轻的问题 是不是临床到那个地步还是没有 只是很轻的 所以对忧郁最好的方法 解决方法疗愈 心理疗愈 最彻底 最踏实 真元一 真元一 因为真元一里面 我们谈了很多 我们在早上中心 带了好多 什么叫做元素 元素 微量元素 一定要用微量 懂什么叫做微量元素 而且那种微量元素 跟一般完全不一样的 要懂这个能量的转变 对这个 用运动也好 用静坐 各式各样的方法 让达到一个均衡点 balance point 我们在生意一 在我们早上中心 花好多好多我们同仁 花好多这个心血 花好多时间 去做这个工程 在这个全部生命的系列 假如用这些方法 那就讲到一个更深的层面 内心 或者我们讲灵性的层面 用这些方法 它是最好的心理疗愈 没有第二个心理疗愈的方法 比这更更彻底 更追根究底 我为什么敢讲这些话 因为我过去 给人我自己的这个兴趣 也好 前面你都承认 稍微有一点这个忧郁 小时候八岁九岁就感觉 有这个depression的这种感觉 一个人假如他 他去这个 所以我对各式各样的这个疗愈 心理疗愈我都有接触 我就发现 一般的心理疗愈 它是希望把你这个问题的根找来 所以希望有些疗愈的方法 是让你浮出来 让你这些问题 它一个setting 比如说在这个 用什么方法去刺激 用记忆 怎样 把它带回来 带回来让它重复 很多人重复 会得到一个大的解脱 会当场也许很情绪化 但是那个就走过去了 就带过去了 对他那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创伤trauma 在那个trauma 重复那个trauma 他可能有机会就走出来了 这是这是了不起的疗愈 心理疗愈的方法 那有 是不是很多EFT 有好多好多好多方法 这个一讲 我哪天专门讲这方面 都是这个有相当有作用 但是这些方法 我必须要讲 还是segmental 或是partial 它是跟你的问题 它是部分 是部分的这种解答 它是用 我们讲追根究底 永远没办法追根究底 永远有其他的问题 你没办法cover 所以你花那个时间 去追查这个 我就喜欢简单明了 还不如就从 最源头 生命的源头来起步 来探讨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因为你得到答案 你一切就解决了 不是光你这个心理创伤 有什么疗愈 或者说你连疗愈都不管 你人生都走出来 人生是个大疾病 你晓不晓得 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 你已经有疾病了 很多人很喜欢恭喜别人生出来 我每次都不讲话 烦恼已经从那样着手了 起步了 你生出这个世界 本身是不是你福报多好 是你福报多不好 你才会生到这个世界 痛苦 人生是痛苦 享受喜乐是短期战 其他事情 99%就像科学家 没人看这个成果突破 他真正的痛心 在像寂寞 在这99% 别人看不到的 人生就这样子 所以真正从这人生走出来 全部问题也就消失了 他说最好心理疗愈 The best psychotherapy ever 就是这样子 那古人大事人都知道 都晓得 所以只怕我们 我们还有人认为 这跟我生活不相关 Oh really 常常讲真的 那你生命是什么 讲办法 他根本就不知道 在一个无名当中 在一个ignorance 在无名当中 在讲生命 自己讲生命 那个生命是在讲什么 二元对立 小小的 很窄的 相对 我这人生的故事 一般人讲生命吗 我的生命吗 这跟我生活 生命不相关 那什么相关 所以这一点是 大家要自己探讨 现在讲这个题目 是最相关 最关键 没有第二个题目 比这个更关键 你这个懂了 你这个人生完全改变了 不光这个人生 全部你过去走的冤枉路 上百万次 你将来未来想走的 全部都解决了 那你接下来 一个人醒觉过来 看这个人生 他怎么去面对 碰到每一件事 他好像是一万个人生 一万个生命 在面对那个事情 所以他不会再去启动 不会再去启发或什么 再说对他没有什么 他当然相对 他还是处理事 他还是会有情绪 或是表面上 其实他无所谓 但是not care 所以突然这个人 他有个慈悲 周边人晓得 他有个慈悲 不晓得从哪来的慈悲 是个古老的慈悲 是一个无限大的 是永恒的慈悲 这个他可以活出来 不是个男女 不是个人的慈悲 是这样子